想往返大陸疫情後 機票不只貴 還難搶 大陸民航局26號最新公布 東春航季 包括大陸33個航點和臺灣4個航點 每週要飛676班 畢竟兩岸客貨航班 2020年之後斷崖式下滑 有雜誌調查 今年6到8月 臺灣大陸往返的航班 只剩100到200架次 是疫情前同期的2%到3 嚴重限縮 機票難買 但大陸喊著恢復 過去航點 恐怕現階段難實行 交通部回應 陸方宣布的航班規劃 實際在航點航班安排 要考慮很多面向 傾向維持現狀 華航11月份規劃 從桃園飛北京 上海成都和廈門 高雄每週一班飛廈門 以市場需求來調整 長榮目前也只飛4個航點 觀察需求 再等兩岸主管機關何可 但如果恢復 臺商坦言等很久 減班減蠻多的造成往來兩岸的台商也好 台包也好都非常不便 如果有這種恢復航班的話都非常期待 從過去隔離21天改成7加3 如果加上航班增加 台商的回家路不再遙遙無期 TVBS新聞中的黃靜瑩 TV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